目前正在迪拜登市的上海上岗,选择权力挖拳,新典的一名与柳接班林上位,让俱乐部带货拥惊些射手。 他讲法精湛,能出一门重门射手,同事跟榜新兴出品,号称上岗99年营业投台。 他就是20岁的超新兴黄振飞,正在迪拜跟随上海上岗登市的黄振飞,已经适用了一线队的决赠。 上岗也将他帮上了要过名单,基本确定新赛季随得出车乱惯和中抄,黄振飞升高1.88米,四直全分。 但是其能力比武裏更为全面,能够胜任进攻边的任何位置。 因为其精神可以胜任任意球固门的讲法,到前腰的落智,也能发挥的游泳落鱼。 电力那些后代传授能力也较强。 17岁跟随全队,前往大西密室一年能力提升迅速。 18岁便以封线杀手的身份出道,并且斩获幽幽当全国体标策的金薛和MVP。 出道之后,接手至今二名中元孟进入了上海上岗一线队。 他的出现让上海上岗进攻边,有了更多的选择。 去年还代表上岗U19掌握轻插联赛U19温组冠军,依然是球队投后射手。 在比赛当事基地,黄振飞接受了媒体采访。 他表示,自己的偶像是C模,但是目标是五美。 希望像五美一样拿到中超金星和中超MVP。 对于新赛季的目标,则是立正踢上比赛。 值得一提的是黄振飞就是上海上岗一线队年龄最小的权人。 权力早已得到认可。 由于盟力的权力,他也将有大高力赢了中超和要贯手绣的机会。 按照上海上岗进几云的挖拳规律,黄振飞也是被广泛看好的一名新鲜。 胡静航、陈冰冰,老人都是上岗金养年龄决出来的超新鲜。 其中,胡静航还拿到了中超最佳新人奖。 而陈冰冰也进入了中超最佳新人品选的前三甲。 相信黄振飞的中超第一名,也不会差到哪里去。 毕竟跟把激励出来的人才质量,还是值得肯定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